新手朋友开车哈在过这种窄路的时候 经常心惊难战的 一不注意 可能咱们的车就被刮砌了 其实新手只要记住这六个技巧 那么我们开车在一高这种窄路的时候 也能快速上手 第一点左侧有车时 只要盯住我们的左侧这张玻璃脚 当我们左侧这张玻璃脚 在旁边车辆大灯以下的时候 那么我们把车子往前开 都是安全的 此时我们的车身和旁边障碍物 至少级续20厘米 如果车辆是在右侧的 那么也是一样的 只要盯住右侧这张玻璃脚 那么同理哈 哪怕是车头向着我们的车身 只要我们的左侧这张玻璃脚 在旁边大灯以下 那么我们的车身和旁边的车辆 至少级续也是20厘米 第三点我们开车需要转弯时 如果前面有车阻挡住我们 那么我们也是只要盯住我们的车辆引擎盖 当我们的车头盖过前方车轮一半的时候 那么我们往左打扫 我们的车头是不会刮身到咱们的这个前方车辆的 如果前面是马路牙子 那么我们就盯住我们的左右车窗玻璃脚 车窗玻璃脚和前面大路重合的时候 那么我们往左或者是往右打扫 我们的这个车辆都不会刮身到 可以记住啊 这是一个极限点 第三点 开车出库或者是在直角转弯的时候 正我们的逼住过了旁边的车辆 那么我们往左或者是往右打扫 我们的车身都不会刮身 第四点 到车时总是判断不好车位也障碍物的纪律 那么我们只要盯住我们的后视镜下沿 把车则往后倒 当我们的后视镜下沿和后方马路牙子 或者障碍物底部重合时 那么我们的车位和后方障碍物的距离 正好是30厘米 那如果后方是车辆或者是马路牙子都一样的 也是盯住后视镜下沿 到后视镜下沿和咱们后车轮底部重合的时候 我们停 此时好 我们的车位和后方车辆的距离也正好是30厘米 第五点 当我们需要靠边停车时 我们只要盯住我们的右侧安全点 把我们的车子往右打扫往前开 咱们可以看啊 当我们的左侧车头脚和咱们前方方障碍物重合的时候 我们往左边打轮 适当的修转方向打 这个时候我们的车轮和旁边马路牙子的距离 正好是20厘米 第六我们在侧防卫停车时 如果前方有车 当我们的车头引擎盖 刚好盖住前方车辆保险杠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踩刹车停 此时我们的车和前车的距离刚好跟我们一把驶出 而且哈我们的车头是不会刮伸到旁边车辆的 非常的安全 我扯哥哈 如果这六个开车技巧跟你有一点点帮助 那么记得帮我点赞关注以及分享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